如果民调它变成一个唯一的施政的一个标准的话 就会出现很大的争议了 这次新闻局不顾业界反对应修出版法和视听广播法 在业界引起广泛回响 有传媒学者就质疑新闻局不肯先咨询业界的意见 反而花350多万来做民调主导修法 得出的结果也很难令人信服 先把一些基本的问题设定在一个范围内 用这些问题非常专业的问题 牵涉到非常法律层面的问题 去询问一般的民众 这样得出的结果是不是有效 各国已经有一些批评出现 就是说这个民调是容易被政治跟经济的利益所操控 也有学者认为暂时看不到仓修修法的理据 如果澳门我觉得现在我们又没有狗仔队 又不流行那些小报那些 我觉得其实就未必有一个这么大的需求去做这一件事 而最重要我觉得在收法的过程里面 一定是你收了之后 那个新闻自由的程度 或者对言论出版等等的保障 不能够小于原来的各国法律的规定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原则 李玉峰认为目前刑法典对诽谤侮辱等罪名的定义 对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已经是非常严苛 不应在设定由政府主导的监管机构 进一步削弱新闻自由 澳门卫视彭爱茨李宾宾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队